到谱者黑如果只有一天时间该怎么玩 首先 如果昨天还没有爬过青龙山的 早上六点起床可以去山顶看看日出 而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已经爬过青龙山了 并且还是内部剧的狂热粉 那么早上就可以先到他的拍摄地 青秋一谈究竟 当然是骑将喜欢这里还偏要来 我反正是一集都没看过 就这 青秋 随后原路返回把租的电动车停到青龙山码头 凭借船票可以免费参观火把洞和观音洞 这两个溶洞是不是天然的我不知道 反正来都来了也可以进去看看 顺带和钟如是合个影 在青龙山码头坐船可以直达蒲草堂码头 这个乘船的过程是整个蒲草黑景区最经典的部分 不仅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而且中途会穿过大面积的河塘 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宝莲灯里的情景 如果是平常忘记来这里还能和众多敌船打水仗 因为我这次是挂的一身的设备 所以没人敢拖我 走吧 我们现在在那个船上下来了 我们要去湿地公园或者天鹅湖再去看一看 在蒲草堂码头下船后 可以乘坐区间车到天鹅湖或者是西方湿地看看 这两个地方据当地人说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季节天鹅湖没有天鹅 所以我们果断选择了后者 我们现在坐车 从这个蒲草堂码头 然后去西方湿地去湿地看 前往湿地的区间车需要另外买票 并且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你可以不到终点站选择中途下车 然后在原地等待回程 做个总结吧 这个蒲草黑景区很大 在交通方面如果不是必须徒步的区域 我建议还是尽量坐车 你可以选择乘坐每个小景点之间的区间车 也可以像我们一样租电动车 甚至还可以乘坐来往的马车 总之 蒲草黑景区虽然直到京庭还没有被完全开发 但是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OK 如果你很喜欢水墨画一般的卡斯特地貌 我相信蒲草黑的水上田园 湖泊风林 宜家水乡 炎龙湿地 荷花世界 候鸟天堂六大景观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我是小恩 喜欢点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